我们知道苹果系列有Siri 现在Siri会讲英文字文之外 说中文也会通 台湾的网友制作了简易的中文版的Siri 推出不到十天大受欢迎 造成了下载爆量 而且连网路搜寻龙头 谷歌也要大幅的改版 就算您问的问题是复杂的问题 也能够立刻得到解答 你会说中文吗 我会说中文 说中文Siri买通真的假的 听听口音还颇标准 没有大陆枪 原来苹果新推出的Siri只有日文 台湾网友实在等不及 才研发即款中文语音秘书 再也不用怕别搅英文Siri听不懂了 这款中文Siri号称是暗黑版的APP 想安装得先翻墙 破解iPhone的软体限制 再下载特定程式 建议还是玩家级以上才来测试 不过就算安装完成还是有缺点 外国Siri可以问问爱不爱我 这款MIT的Siri比较阳春 只停留在打电话 问时间 谈天气等简单功能 那我这有怎么见人啊 网络上二稿的中文Siri影片层出不穷 可见大家真的对中文Siri 盈盈期盼 网友自制版本开放下载不到10天 就造成伺服器大爆炸 一度停止开放 难怪搜寻龙头Google也要来参与咖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Google将进行史上最大变革 把搜寻引擎结合语意功能 像现在搜寻阿里山三个字 原本只会出现一堆蓝色网页连结 但以后加入语意后 搜寻引擎还会帮你找到 阿里山的位置 特色 海拔高度 平均气温等资讯 像是加州最大的10座壶是什么 给你的不只有网页连结 还会直接跳出答案 估计这将有助于Google 抵御来自微软、苹果和脸书等对手的竞争 看来进苹果之后 和电脑对话的人工智慧 也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东森财经新闻 王重文讲继维 综合报导